Hello大家好,我是妖妖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黑暗组织十亿元抢劫事件 这集中我们的黑暗组织终于是浮出水面了 其中还出现了柯南一直想要寻找的琴九和福特加 琴九和福特加所合一直是名侦探柯南中实力最为悬殊的组合 老琴就是拼尽全力带飞全队一手撑起酒场一片天的那个人 相反福特加却是实力频频经常犯错误 只是挡加油的命 咱也不知道福特加是以何种方式才能进入神秘莫测的酒场的 难道是靠关系吗 而这一次的十亿元抢劫事件 他们又在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这还得从另一个酒茶人员工业明美说起 工业明美为了完成这次组织任务 改名广田雅美在半年前就已经在目标银行当卧底了 后来当银行寄存费用的小五郎三人组刚好目睹这个事件的发生 当时柯南已经注意到工业明美经常看时间的异常举动 一副准备闷声跟大帅的样子 随后果然就离开了岗位 柯南想出去一趟究竟 在停车场内目睹了银行抢劫案件 还没错费够就被不知情的小兰和小五郎暴露了身份 两个黑衣人开车就溜了 小兰专业报警20年 柯南拍着滑板就追了上去 一番花式滑板 柯南果真是飘了 修了一波飞越铁轨的操操作 本人以为会帅气落地 结果却是帅气摔底还跟丢了 但这也挂不了他 毕竟这时候的滑板还没开外挂呢 而另一边 木木警官一见到银行停车场 侦查事情经过 被打晕的警官也只是受了点轻伤 根据唯一一位长发警官的证词说 黑衣人是先开枪后抢劫的 但柯南明明听到枪声就立马探查敌情了 那时候钱都要抢光了 白明了就是在撒谎 随后警方在河边发现了 劫匪遗弃的车和其他物品 柯南在面罩里面发现了口红印 到了一夜晚 配合抢劫的银行职员接连被杀 而在其中一个被害职员家中 发现了和面罩上留下的口红印 是同一支口红 也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酒厂劳模福特加在这集中首次先生 不用说就知道 杀了银行职员还在公眼明美的同款口红扔现场 就是为了相当陷害 并且柯南也发现 如果是公眼明美在面罩上留下口红 那么口红移动的位置根本不对 他脸也没那么大呀 当柯南了解真相之后 他要潜入公眼明美家中 在隐藏的插座中找到保险箱钥匙 却遭遇公眼明美背后偷袭 柯南知道他是要和幕后主使交易 便极力阻止他前去送人头 但公眼明美不停不停 王八念经还是开车去送死了 好在柯南急止 在他车上留下了跟踪器 当公眼明美来到仓库 勤九和福特加早已等候多时 他们逼问公眼明美十亿人的下落 但公眼明美却让勤九和福特加遵守约定 让自己和妹妹脱离组织 勤九早已知道 公眼明美会将钱操入保险箱 话不投须半句多 一通就关了他 拿走了他身上的钥匙 当柯南赶到时 就只剩下即将死亡的公眼明美 柯南向自己亲近的身份告诉了他 而他将保险箱真正的钥匙交给了柯南 也就是说勤九和福特加拿走了钥匙 是假的 不得不说好心机啊 后来木木警官拿到公眼明美的死亡现场 现场只有一把手枪 上面也只有公眼明美的指纹 最终判定结果 也只能是公眼明美抢劫杀人后自杀 而黑衣组织的矛盾没有发现 不得不佩服组织的好手段 其实十亿元抢劫事件 就是组织的一个圈套 查官赤锦休衣为了调查黑衣组织 化明珠心蛋 假意靠近公眼明美成为了他男朋友 进入组织卧底调查 获得组织代号黑麦威士忌 后被组织发现逃到了美国 公眼明美也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利用这次十亿元抢劫事件 将公眼明美除之后款 其实公眼明美并不是首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 在T1版第十四集 奇怪的寻人事件中 也是以假名广田亚美的身份出现 拜托小五郎寻找他爸爸广田先生 而他口中的妹妹则是之后观察 整个主线的重要人物之一 公眼智宝 她曾是黑暗组织的科学家 是指心境变小的毒药 IPTX4869的制造者之一 也是之后秦九口中的 啊 雪莉 雪莉是公眼智宝的组织代号 后化名灰云安 有着被组织看中的好头脑 在姐姐被组织暗杀后 因组织对此没有任何解释而不满 便停止的药物的研发 表示抗议 却被组织囚警 后服下毒药IPTX4869后 盛起变小 被阿丽博士收留 还转学到了科兰所读的D单小学 加入了少年侦探团 后面的剧情一定是相当的精彩呀 之后都会给大家慢慢讲到哟 好了 我的讲解在这里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评论收藏走一波呀 我们不见不散啦 啊 好